小伙伴 但也算了 他敢一张旋 那你这个是他的帮助 来吧看一下 来 起步 准备 准备测涂要在前面一点 一个测身顶到的风载 嗯 但是自己卡强了 人身上升高 我们在见面的招 而且他又把神戴歪继续上 戴歪过来 已经过后0.6了 这个0.6秒 只能第二天再次找一步追了 又放下来 那话又不断了 现在自己的路线 走过来 0.4秒的差距 永远是不好追 难追 可是还有15点 我感觉给风仔缓了这个机会 风仔能调整出来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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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完有点快啊 出完有点快 我打了 这条链好像有点 光明看有点不太对了 1.4秒 风仔后面没有他那个数点 1.0的一个开局 是的 对方的卯图 好327 再来个甩尾 1分13.26 稳稳的拿下这1分 1.0 3秒26 0.0 6.0 我肯定是一个 1.5 6分15 1.0 3分15 1.0 5分15 2分15 1.0 8分15 3分15 这个也需要机遇,你不能说开心一路好,这就稳了,没道理,那倒是,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两局的solo呈现的东西不太一样,第一回合当中谁在前面领跑,谁就能够举身,就是一路能稳到终点,但是到了第二回合,两个人的心态似乎也是有一些病, 他可能会打得有点着急了,审人就是对抗审想要聚取大家,我能赢的话可以不招,而这不再来讲的话,测动机会把优惦都没太多, 能够将比分拖入到最终局的阶约,就是俩人的心态,重新去找一下,起码不用担心,赛球和地图,这么多的想法更多就是自身现代的状态, 其实第一圈他这个地方被顶到墙上 感觉是有点飘碗 第1把没稳住啊他还要再来一把 第1把没稳住还要再来一把 这个距离我讲到你已经不好追了 如果是单说距离来说的话 这个0.8已经不好追了 OK那这里这个点已经完美通过了 好这边不用卡器啊三管弹器的跑法 通风落里门 不用压车 1234好四下延续 好贴啊这个省这边 还拉远啊反倒1.0了 还在做戏 对啊已经1.0了 那我希望他第二次这个地方 不要重蹈竿的负责啊 断空鞋没问题 好非常正啊非常正这个路线 这个路线太正了 断空鞋小了 其实风仔你看他刚刚那断空鞋也追的特别久 不会02吧 诶不是吧 03秒 啊 03.0差点02 暗虚模组啊 这国服半秒了 国服02.5啊 国服02.5啊 这好快啊 这个暗虚模组最快是02.5 那么半秒钟呢 国服半秒 半秒吧 半秒半秒 有点离谱啊 确实也不好追 追不了 你可以理解为这把约等于 约等于莫影青龙跑个0.5这个样子 当然了 不一样 因为莫影青龙难跑 这个车 这个车那么慢很好控 相对来说 约等于莫影青龙跑0.0吧 莫影青龙跑0.0吧 约等于 约等于莫影青龙跑0.0 莫影青龙跑0.0很难的 纪录是哈利特呀 不一样的 纪录连连724哈利特的 这个成绩拿原级可能失误一下都不好 拿原级失误一下都很难赢 目前为止 现在比分是来到了1比1 整场比赛 现在风仔还有具有微弱的一个优势 整场比赛 风仔还具有微弱的一点优势 感谢NARUTO会打球 送出的两张曼卡 三张曼卡 感谢 樱田花 这什么是 这啥呀 这个什么是 是不是 是不是赞 罚还是吃什么 我看不清楚 罚还是啥 你也不认识 不认识 文盲 你985你都不认识 我是文盲 我也是文盲 我们都是文盲 我们都是文盲 自己都不认识 我也是文盲 你怎么看不清楚 五公盲 我就是文盲 你��고 我来 我ELVE 我选择了星天二宝 1分28.08的成绩就是自信 沈这边是1分28.54的一个成绩了 两个人差了半小时 目前第一名是由弹仔保持的1分27.22 但是这个成绩是蓝牛跑出来的吗 蓝牛跑出来的非常快 好看看这把的起步一个顺测 再来一个顺测 OK 空盆录里边再来个弹射甩尾 WCW 风仔这边抢了一刀 沈这边点飘 不卡气吗 沈这边这里卡了一下 完了 沈这张图一直以来 感觉都有点 啊 青龙经常容易这样 测身测的角度太小了 但是沈 哎放啦 放啦 放啦 他就是那个 就是砍那里的 放了一刀那没了 这个路线 但是其实也还好 如果 如果 第二圈如果他掉那里的话 风仔就有机会了 你觉得可能掉完 我他妈直接大肥弯球 大肥弯 我他妈就是肥 我肥一点怎么了 我两个快出 啊这个车也能这样跑 不是他快出的手速太快了呀 哦好完美的ECU 来进阶红冬出161 压车走位 WCW 哎 真的好难弹这个弯啊 确实 那小哥我们顺测 谁球要稳了 球稳了 球稳了 这个距离不球稳 没道理啊 只要不掉 掉了也没关系 掉了也没关系 明显他放慢了 放慢了 直接定阶 好1分29.87啊 这个成绩确实是很球稳 很球稳 这样的话 连追2分 直接反超比分 来到2比1 接下来是风仔拳突 而且这样的话 2比1了哦 这么看风仔这个情况也不容论 他们这个电竞椅怎么变这样了 那奥峰机械大师不站住了 直接给他套了一个 电竞椅就是你这个 啊是吗 没有之前那个 之前那个就是你这个 我们上次在泰昌 在那个房间里面直播的时候 也是这个电竞椅 嗯 嗯 奥峰机械大师不站住了是吧 这个这个阶级有多少钱 这个 嗯 2千多 3千 整分成了2千 2千都是智商税吗 1千多我都嫌贵了 2千多我都嫌贵了 2千多 你说1千多有几百块钱是吗 是奥峰这个牌子 对吧 1千多有几百块钱是 是这个牌子 确实 做这个容易屁股发汗 很闷 啊的我腰痛 腰肥了 腰肥了 真腰肥了做久做不住啊 已经播了5个小时了今天 今天来的早啊 第一场林青打蛋仔的时候 来的到现在都5个小时了 如果等下我还要打个计时赛 今天要播六七个小时 人麻了 人麻了今天 人的播麻了我说 我真的是劳模 劳模 我真的是劳模 星际亚多少米 2千多吧 2千多到3千 2千到2千5 应该 应该2千到2千5 2千到2千5吧 3千应该不至于吧 3千应该不至于 没到3千 好那么下一场比赛 咱们看一下他要选择什么样的地图 下场比赛是 RSEG的风宅选择啊 现在也是落后一分 也是最后一大分的落后一分啊 现在是2比1 选择系挺胜啊 选什么都可以上机甲 现在机甲应该是一个都还没用 前两轮打的机甲 在第三轮会全部解锁 包括地图池 这领赛节奏是真慢 而且最直观感受就是 我打了10点半了 10点半打完 再打完即时12点 能不弹的弯道就不弹 看一下刚才的回方 你看吧 青龙经常这样 青龙那个模型能力也不这样 如果飘巧了的话 本维生会这样倒是很吵 好秋明山啊 使用的赛车是哈迪斯加虎一种 秋明山他这张图选出来 意思就是我能跑12 你能不能跑 你跑不了 你就给老子爬 就这样 省能不能跑12呢 这张图 我们好像没有见过他跑12 测身在测身 省的测身还是更快一些 这边过来一个慢中速啊 这边小标专门 把风仔的车头给顶了一下 哎呦 风仔这边出完太快了 完了完了完了 还是被卡到了 但说实话 就算以上哈迪斯1.9秒也不好追 哈迪斯2秒钟怎么可能追啊 来断风起 哦呦 这边还是个完美管 完美管道 这距离不是难追啊 是追不到啊 就是追到的情况下 必须是对面给主动失误 我知道了 省只要不失误这个距离保留 省的话就是不失误就行了 风仔的话就考虑的东西就要多了 风仔的话 一收在哪里放的是个问题 而且省现在他省也没有放ECU 哇 还压车 哎 哇 这他妈还求极限 来开1 开1 这ECU开得太稳了 我靠 再来个小标 我这个距离我就求我1分12 1分12.88 1分12.88 还是能拿下 来3比1 我顶吗 也不会吧 这一把又来到了3比1啊 那跟上一把跟第二轮一模一样 有点像 有点像 对 还是风仔选拖 我觉得真的就是哈利克 还是风仔选拖啊 风仔感觉刚刚那个弯出的太快了 风仔必须得打头正图 不能选基亚图 不能选基亚图 选基亚图很危险 手如果让一手脱的话就难受了 哎哟 谢谢马总很大 我忍一下送出的狂欢飞机 谢谢 谢谢 谢谢马总很大 我忍一下 你起两遍什么意思 我把你这只个不需要忍啊 很小啊 忍什么忍啊 没什么好忍啊 没有啊 他说的 但也不是这个意思 手指头很大 就刚才他给我们呈现穿的那种感觉 两个人出弯的那种速度在这里 就不像是在兜了 像是在继续 这个地方 他这个弯出的确实是正常的 如果计时的话 如果计时的话 这个路线是非常好的 但是奈克前面有人挡着这个 这个就不好讲了 好选择到了 那个苏格兰场也是上一把 这只能说这场球 只能说是硬碰硬了 对对对 硬碰硬了 直接就歪了 上一轮两把都让我们看到了细节 贼猛 对 只能说上一把也是非常的可惜 上一把非常的可惜 来这边看一下起步 起步好像两个人都走左边 来谁先出去 暴力轮开凸绿牌小牙拳 替牙送出的狂欢飞机 风仔这边还是能暂时领先 WCW 谁看一下谁砍半数了 这边省闲的欧甩尾 前面风仔也没有砍半数 两个人都没有砍半数 省这边的拐弯 拐得非常的极致 风仔这边出弯也很快 顺车担门 再来个暴力入弯 我好极限 现在是距离是0.3 刚刚风仔是落后0.3 现在是省落后0.3 两个人交替了一下 再来个暴力入弯 我靠这两个弯甚至没有拉近 这什么路线啊 这风仔路线也好啊 这来个暴力入弯 卡器 南波进去出发了 这边再一个顺车 压车 反方向刷弹 没弹出来 这边来个甩尾快速 但是没弹出来 这个甩尾快速可以出的角度非常小 螺旋弯 两个细节都好 省这个路线 省这个路线 下来非常好 这边风仔有点危险 要被对抗 又是这个地方 省压车走位 哦 这是什么叫 这边感觉要顶了 感觉要顶了 没顶到 没顶到 但是问题不大 这个地方单喷没关系 暴力入弯 反向顺着 有点肥 再来个慢中处 168 再来个慢中处 161 这边风仔还想破纪录 而且风仔路线很好 省这边路线偏左 暴力入弯 怎么说 最后一个弯 雨潭 没掌到 没顶到的话 没顶到那这样应该没了 应该没机会 应该没了 其实省没必要那个弯去急的 好 那这边记录还有没有 记录 哦 还破0.01 破0.01 其实省刚刚那个弯有点急于对抗 因为他的距离还是挺远的 看N了真的 我的妈呀 这么猛 省刚刚那个弯去对抗 其实选择不是特别好 神仙打架 有点感觉受伤 有点像 总结在上演的这一个 对 就灵魂算上的第一帅 呃 呃 呃 直接把自己的队友的记录给他破 车自己车人反倒失控了 呃 2比3 2比3 但是还是劣势啊 还有一手选择 这把神追的也好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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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一局 急速攻防要不要来 还是美中大下午 好 那我们公主公仔破掉了0.01啊 那0.01也是也是0.01啊 那0.01也是0.01啊 蚊子腿蚊子腿也是腿啊 是不是 破了就行是吧 对啊 你40也是破 我41.21也是破 41.21也是破 对不对 都是破一样的 A错了 回起风仔 打破苏格兰的记录 都能够往后走 这张记录刷到色情 只是时间问题 小玉保持6天 1分41秒2 不幸福的万幸福安 就是这张图本的记录还在 好 这里面5个人 里面有2个人是风仔 有2个人是风仔 足以证明他这张图的实力 也是非常牛掰的 确实 还是有道理 对 看一下苏格兰上打了 风仔下一招是什么 可以不打困难图了 这张图图图了之后 其实就可以再打这种简单的 嗯 我记得以前看过什么技术战 6个国步行走单人跑图成绩 一场 糊涂死一样 怎么说呢 六人计时赛的成绩很多时候都不比我们一把实战跑得快 这个很正常 因为看了人多了以后你跑的感觉就不一样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 最关键是要让你跑完一轮等半天 这个是最核心的 我死我都冷了 难道没发现那个计时赛我们跑的成绩还没我们一把实战快吗 很正常啊 很正常啊 好一号公路 好一号公路 一号公路看看风采这个细节 沈这边目前为止比风仔要快了0.1 他那个起步用的比风仔好 风仔想那道顶 顶到了吗 CW6 涉的顶到了 顶到了 好哦这边三下 这个甩尾阿 这个路线非常好 沈后面 inclusive落后半秒钟啦 下一次进阶 压车走位 再来个暴力周安 WC努盾 好沈现在还是落后半秒钟 这个半秒钟 其实不好追啊 沈刚刚嘛 Departmental de there 在这里失误了 怎么就0.2了 怎么直接一个转向就0.2 尬 rapper 那边염 Fa 마음에 山左边还拉了车头 顺色关心 押车 押车,押高了感觉,押高了 还可以,还可以,还是有机会的 这个距离好近,这里不卡 顺车快出,流盆要不要撞,能不能撞到 我不撞 差一点,差0.01 又是0.01 这把也是小一点机会 感觉刚刚省那个弯,最好撞的方式就是 碗漂移,但是不要直接撞 直接拉一个碗漂移,进阶暴力 我感觉省最好就是外切内直接撞 外切内直接撞,如果封在手内线的话,可以直接上去 直接上到,进到前面那个墙子 因为两个人记得很近 确实 3比3啊,接下来是省的选择 现在是来到了省的选择 省 那跟刚刚有点一样啊 有点一样 刚刚是4比2,现在是3比3 省能不能选一张 什么地图 我说,机甲哥 哎,书运 怎么说 我都该说的嘛 啊 两人今天不管是谁要输个花心带里头炸 行战炸嘛,倒不会炸 我觉得倒是会想到 我在某一局上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 会去反思 其实这个事 没有那么调侃的意义 还是参考完 啊,你第一天就放在打篮的话 你还第二天就是大审核状的状态 它是不一样的 这个东西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和消耗 是的,而且 最后一场比赛 各位,多多少少 ZN最变发来高能弹幕马哥 有哈雷特,青龙和云霄推荐哪个 有哈雷特的情况下,青龙和云霄推荐哪个是吧 那肯定是青龙了 用图太广了,青龙 三个意思以为用图太广了 因为你有哈雷特 确实,云霄他干的更多图是哈雷特的图 但是你没云霄,你哈雷特难道就不能玩了吗 能玩,而且哈雷特图更多 是不是 肯定是青龙啊 如果云霄出来 一哥改了就变青龙了 云霄出来以后一哥就变青龙了 现在一哥还是哈雷特 主要是云霄你刷不了青龙的地图 对,云霄破不了青龙的地图 还有人问只有元吉再买一个选谁 只有元吉再买一个 那还是哈雷特吧 哈雷特吧 那还是哈雷特吧 因为元吉跑不了困难度 哈雷特的话可以把蓝图给包了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元吉加云霄也是可以的 来阿尔法 上机甲了 抢赛点了 上机甲了呀 但是机甲的话我希望他能够正常发挥 因为机甲阿尔法这张图切手感是很难切的 但是打仓瑞我觉得没办法 打仓瑞的话说实话还是跟 还是跟那个 跟爹打儿子差不多 跟爹打儿子差不多 不要出现特别离谷的事物 只要不被卡上墙都可以 确实 怎么有点熟悉 这张图也确实 好 昌瑞是道具车的一个优势起步还是还是可以的 好那这边元吉之星用的 别别 那这个调整其实不是特别好 没关系 好再来个甩尾 那你说这个距离元吉能追上吗 其实可以追上 这个距离元吉是可以追上 这两个车极限差他妈三秒 不会吧 好就看这个地方能不能控得住 哇 你是真的是有点 让人看着比赛有点惊心肉跳的呀 我都以为你要上墙了 我都以为他要上墙了 顺测 再来双杀 前面昌瑞菊花是很紧的 因为340的速度的元吉在后面追你 你说你菊花紧不紧 340了你看这个地方 还要卡内线 还要卡内线 来进阶就行了 进阶就行了 直接进阶就行了 你昌瑞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来顺测 打到现在的那里还要来远 顺测 也没关系 好再来个网甩尾就行了 那接下来昌瑞已经没得追了 当然了 你如果自己给一个失误 那所有的问题全部都是当我没说 为什么他这里的断空就这么好啊 他拿张瑞能这么好 他拿个机甲怎么还是这么贴啊 这手感怎么适应过来的 我还拉个三喷 这就不给人活路了 拉个三喷就真不给人活路 本来说元吉之星拉个顺手拉个双喷 对吧 还有失误的空间啊 30.7 4比3 但是其实 4比3那有啊 因为你风仔 也多一手元吉 没关系的 风仔多一手元吉 但是怎么样都是省有最后的选途权 省有最后的选途权对不对 那风仔现在需要考虑的东西就多了 他不能考虑什么 他必须得把元吉先拿了再说 把你下巴选别的图你没了这些 你必须得拿元吉 风仔现在必须要选元吉的图 对 不能选别的 其实风仔这一波 可能他也是想的省不会上机甲 但是 对啊 我觉得肯定会 他觉得肯定 因为主要阿法这张地图机甲用势太大了 对呀 你选出机甲 你打仓位基本 我觉得我觉得风仔下一张图一定是北海渔场的 北海肯定要 一定是北海渔场 下一张一定是北海渔场 乐奥马米奥米奥乌发来高能弹幕这个选车 我想起了一个在车间元吉跑26的故人 谁呀 我可不认识 哎呦 我说实话我可以帮他游一下 这车间没车间比较难呀 你是阿法全是直线 哦 那你看他仓位那个直线多拉呀 确实 而且你说的有道理 而且你要想啊 车间啊 转向是不是很吃转向 路线挺重要的 直线倒还好 我可以帮他解释一下说说 排北海骗车啊 我觉得有点 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 北海骗车 你在怎么骗人家选途权还是在手上呢 就省现在已经是有一个选途权的优势了 省有个选途权的优势 下人服 你如果说就打危害的游场 省了上 流火在江湾里面赢不到 对 好了看来要下一把 哦没有还要看回放啊 看回放 这个是真没办法的常规啊 没办法 你看就这种输了 你打不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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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甲太快了 你知道吗 好不压余伤 好不压余伤 肯定是那个 肯定是用原击的 流火打原击 新梦有了语言 那是不是又变成有一张 但是你要想 省不会主动神 也是啊 还是有点 有点花 但是风才会凶 来吧 啊咱们看一下这把原击之心能跑得快吧 因为流火其实是真的不太好碰原击之心 只可以说是几乎没得打 跟刚才的拔法差不多 差不多 没得打 大家高兴 对我突然想到豪战都没有新梦一位 没新梦 那没有后顾之忧 没有后顾之忧 这下W得看一下风才这把技蛇 虽然前面拖了 他好球稳啊 他是不称那个喷 晚放空喷的 对呀 跟跟我跑法一样 那你想吧 这样又没有任何损失 你为什么不这样跑 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多放了一个 赌一个运气 点票 看这把单圈多少 称喷 好称到了 问题 记录也是风载的40点掉 但这把肯定也够不了 前面就投票了 51点 51点98 51点98 那41小或者40大吧 41小吧 41小吧 40应该没了 腾起来了 那有机甲技能 有机甲技能啊 那也就只快一点点 我这什么摔位 但蹭了其实角度也没 没有特别的好 来双顺侧 好337 压车 123 我们也要上 有点放的太慢了 但是这边也没关系 再来个顺侧 贴住弯道点票 还要不要称 称不称的无所谓 他还是想称 有时候自己跑得太怂了以后啊 会挫伤自己的自信心血 还是得赶一点 因为主要是对面太远了 对面太远了 正好拿这种时间来 这就是40.8 这明第2圈非常快 好那其实这个流火 反而是跑得比较慢 44.06嘛 怎么说都太慢了 只要是你流火打赢 你确实打不了 流火打不了 打不了 好那这样的话 4比4 巅峰路战 巅峰路战 他两个文盲在这里 那能怎么办 兄弟们说的 我们要 看兄弟们来 好的现在为止啊 整场比赛 只有省有微弱的选途权的优势 确实 其他的 其他的没有优势了 因为流火和昌瑞 你们可以看作是 没有任何的优势 因为这两个车都打不了困难图 流火也打不了困难图 你们看困难图有哪一个图是打 用流火的 没有一个都没有 昌瑞也没有 就相当于 大家的赛车相同 所以现在整场比赛打下来打了这么久 现在也就是省有一个微弱的选途权的优势 没错 然后大多数的观众 是 直播前9000都会了 你说离不离谱 那那也是啊 你看这两个人是什么重量级啊 对啊 主要是打的太精彩了 打的太精彩了 那么此时此刻还没有加入我左下角的直播通知群的各位啊 可以加一下我左下角的直播通知群啊 793096795 这是我的新创的一个直播通知群 没错 以前加过别的群的就可以不用加了 加过别的群就不用加了 现在肯定300人 肯定没有300个人 应该最多200个 怎么可能一下上来加300个人 不可能的 我刚刚创了通知群 262个人 262个人 马上就300了 我这个群是1000个人的群 1000个人的群 左下角 左下角 793 096 795 793 096 795 那这场比赛已经是打到了4比4啊 已经是只有一个微弱的选渡权的优势了 接下来必须得领先两分 必须得领先两分 那么左下角多提者 左下角还有一个折扣道具群就干嘛呢 冲钻石的 比如说你想折扣冲QV车的一个钻石 也可以进去了解一下 刷柜族也可以进去了解一下 然后至于左边那个脱坑入坑群的 446 268 349 那个是出售和买入账号的一个群 比如说你想 不想玩了好想出 都可以 在上面那个妹妹潮符呢 你们懂的啊 可以加一下先看看朋友圈啊 朋友圈 有你想看的东西 雷不雷都不知道 先看一下 至于是卖什么的 字面意识 字面意识 好了兄弟们 巅峰熬战正式开始 怎么还要放动画呀 我以为开始了 这个动画挺帅的 欣赏一下 什么通知群300个人了 真的假的 包300 当然这一关键时刻 那我个人建议 如果 如果喜欢主播的 想长时间看主播直播的 或者想随时知道主播的直播动态的 以及各种各样的具体安排的 还是加一下通知群 反正加通知群也不要钱 而且在这种特殊的时候 直播电打电 我直播电就找不到了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加进去一下 万一我通知不到你就难搞 好 李赛斯来到了 巅峰熬战 那么这张狐选了什么 霍比特吗 霍比特吗 这个应该是他那个 动画吧 动画吧 真是霍比特 真是霍比特 好 哈雷特 OK 打机甲了 打机甲了 省的起步怎么这么快啊 好快啊 但是蹭了一下 连带到了风仔 这边省是使用一个内道的一个进阶 风仔用了弹射 两个人弹射都非常的牛掰 这边360度的一个速度 风仔这边内道切得很死 省这边要熟 但是风仔这边要拖不拖的 弹射每个弯的细节都比省要好一点点 但是风仔这边甩尾的路线又比省差 而且没有喷 没有喷 他不是单喷是喷都没有 这样的话0.4 这样的话0.4 省不失误的情况下 风仔很难通过趋之后追啊 那这边的那个甩尾 省前面是用什么 省前面失误了 WCW 风仔蹭了一下 刚刚那个风仔的失误 省又给他补回来了 那这个距离不管你现在追不追得上 后面都是可以撞的 这个距离都是可以撞的 这里出弯 这个境界出弯慢了 一个出弯就 那可以了 这把的话哈雷特也用掉了 而且 比分是来到了5比4 省了一些 风仔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 因为这个距离撞也是撞不到的 追也是追不上的 暴力做完两个盆延续 再来个甩尾直接 拉个拖接 都有个1分 07.38 那这把不失误 妥妥的灵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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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急了 后面 其实霍比特那两个玩也是一个高 高发的失误点 第一就是他失误之前的那个进道 本身就是很窄的 那个进道有个障眼法 你感觉你的车很近了 但事实上你还要再玩一点才能飘 那个进道就是这样的 玩个霍比特应该都可以 还有就是他刚刚失误的那个弯 也是个障眼法 就是也是要玩一点飘的 那你突出来 突出来也是要玩一点飘 找飘 必上墙 必上墙 而且玩一点飘它会卡快飘 那个弯会卡快飘 好 起步的话只能说省的这个手法特别的 另外 他说哈雷特 一个起步两个车身位 一个起步两个车身位有点夸张 因为两个人在网络条件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就比手法了 哈雷特的起步手法很简单 不是很简单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点 第一个就是起步喷 普通车的起步喷是点的 越准越好 哈雷特的起步喷是点的越早越好 说白了你只要点出完美起步的情况下 你的起步喷是按的越早越好的 但是普通车不是 普通车点的太早了 你车身的时候容易点击吧 哈雷特的起步喷点的越早越好 点完了起步喷之后 如果你点的太早了的话 ECU不会马上出来 所以你滑的时机也要很讲究 你必须要等ECU出来的一瞬间就滑下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哈雷特的键位都改成ECU上置的一个键位了 就是为了一个手直接滑下来 知道吧 这个哈雷特的起步是有讲究的 哈雷特的起步有两点讲究 一个就是网速网速一样的情况下就讲究手法 手法的话主要是看起步喷和ECU之间的这两个地方衔接 这两个地方衔接非常重要 风仔我估计应该会选择一手西部矿山这种 但是有点清实话有点面秀 西部矿山办了没有 上把他办了 上把他办了 上把是风仔办的西部 那风仔应该不会选 我搞错了 那风仔应该会选这种美洲大峡谷 美洲大峡谷没办吗 上把他是不是选了美洲 你看他这把是不是美洲 你看看 我说的是美洲我说错了 西部矿山是风仔办的图 那上一把他通过美洲去追的分 那这把肯定是选美洲 怎么说 美洲再怎么样他都是哈雷特没有的情况下 冰坡又不敢上对不对 那就是一张同车天狼星的一张地图 好 那这把看一下美洲上一把是省没有起步按出来 那这把看看是谁起步按不出来 感觉风仔的车在前面 果然这个省两连色省这个两连色省衔接的好紧密 这把风仔上来暴力如完两个人 都交了风仔路线更加正一些省这边外切内的一个拐弯路线 风仔这边 一点事物都没有两个人一点事物都没有 这张地图还是有很多都给不点的 中间那个地方如果持续这个距离的话 风仔可以通过碗票去对抗 那这边风仔是一个内切内的一个进阶 170的说话很快 很快这个暴力的话 ECU在卡器 这个卡器卡的量非常的少 但是天狼星这个机器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就是追不上省板道还拉远了啊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距离风仔感觉要弹不出来了 我能弹出来 风仔这个牵内线如果不提前牵引的话是肯定弹不出来 但这个距离 撞不到了 那这样的话 撞不到了这个距离本来说如果拉近的话 可以撞到撞出近道 这个距离没有办法撞了两个人都放了ECU的情况下 这个地方也很好过 目前省市没有失误的要打破纪录了吗 省市没有失误的要打破纪录了吗 09.4的纪录 弹窄的纪录就在眼前 这个地方直接用一个慢速冲完就可以了 风仔追得非常非常的紧 那最后一个玩到的话没有失误的人了 你能破纪录吗 记录破不了但是能够 拿下比赛 09.5的纪录 这个没办法追不到 09.5真追不到 牛逼我们他是想的是他拖到第3区肯定打不赢风仔的 没想到他拖到第3局还打赢了 打了我们所有我们的脸 牛逼 这个是真牛逼啊 打的是你封地啊 可惜 不是直接斩杀 还有复活的机会我相信风仔复活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是 这是